自我价值的来源就是在她的冰山 在她的深层心底里的爱的印象和体验 在八岁之前你的任务就是处理自己的东西 和创造那些爱的时刻给她们 不是那些日常的聊聊天那些 那些她不会记得的 她要记得那些是很特别很有爱的体验的经验 要特别的 ocasion 譬如说过年 出去玩 你要创造那些让她深刻一点的体验 让她以后记得 因为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大部分记得的体验都是负面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肯去完全经历她 小时候的时候 所以我们切断了感觉 所以还在里面 但是开心的东西我们不怕的 不会切断的 所以我们百分百去体验它 体验完之后就走的了 所以体验完那些开心 那些小孩就会哭的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开心走了 所以我们记不住那些开心的体验 所以我们才要特意 让这些爱的时刻 她一生都记得 譬如说拍视频 拍照片 提一下她 买纪念品 我会每一次带个儿子去做一些很特别 不是 routine 的东西 不是一些日常的东西 我就会用一些方法 让她记得那时候她是多开心的 每一个月 每一个礼拜 最好都会创造一些 小小小小小的爱的时刻 如果是每一年或者每一季 你可以创造一个大一点的 很简单的 譬如说有一年 我老公在台湾做完课程 赶着回来倒数 12月31日 她特意赶回来倒数 已经很开心了 其实她不在这儿 她的儿子都没什么所谓 已经习惯了飞来飞去 但是因为她特意赶回来 我就特别创造 我儿子那时候都是十多岁 创造一些很紧张的时刻 因为她的飞机到11点多 所以她要出来 赶着到12点到数一起 是有些难度的 所以我们两个开车去接她的机会的时候 我和我儿子就说 爸爸快回来了 所以我会提醒她 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烟火了 我说希望我们祈祷爸爸的机会准时到 我们就可以赶到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不可以一起倒数了 我们就创造到很刺激 快吃饭吧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车里面 还是边乞讨边坐车 我开车 终于在11点半的时候 爸爸出到来 我们很开心地过去抱着她 因为赶得及 不是因为很久没见她 不是啊 是因为赶得及到数 然后半个小时 我们在机场倒数 还是在青马大桥倒数 还是怎样呢 我们就说 不如我们去山上看烟火 因为那时候是IFC喷火 我们半个小时就飞车去那里 然后很好玩 然后到那里刚刚好 踏正12点 然后就开始 很多人在那里 我们就很开心地抱着 这个过程 我那时候不是那么刻意去创造 但我觉得why not 我变成了一个很开心的过程 我为什么会觉得 我这个就是爱的时刻呢 因为几年后 她写了一篇作文 得奖的 就是说那个过程 我看完之后我哭 我只不过是自己无聊 想玩刺激一点 然后就 我搞事 结果原来对她来说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 一个爱的印象和经验 是很开心的 我现在想起都想闲话 所以其实 这些这样的时刻 是可以你主动去创造 让她将来就算挫败 或者她忘记了自己是谁 或者她感觉不到有爱的时候 然后她可以再一次 拿着爸爸妈妈的爱 让她在外面冲得远一点 OK 她一定会离开我们的 但这个爱是不会离开她的 这就是那条方程式 你成长 她会跟着你成长 不要再准备她们了 你越来越好 她会越来越好的 放手给她碰钉 OK 让她在生命里面学习 因为你小时候不学习 她日后更加厉害了 因为她一定要学习一些课题 譬如说原谅 譬如说要放下放下 你现在不学 让她有少少就可以学习到 以后她要面对的挫折就会更加大 这个是人类成长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经历的 本来我想删除一些slideshow 删除一些片子 不让你们看这么多 因为我知道只有两个多钟 但是我看完片子之后 我觉得很重要 无论你收不收到 你拍下来自己回家回味都可以 但是作为父母亲 这个是养育下一代 令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的 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不是怎样去教她 不是怎样去改她的行为 这个信息就是 你想创造一个怎样的生命 由你开始 所以我ASK会有很多课程可以帮你